作家馮熙乾發表文章 題為《哀教育兼與老婆談挪策》 自國安法出台 教育政策大變後 香港中小學教師流失率 屢創新高 剛係今個學年已經流失於4,000人 教上學年急增七成 前幾天教育局副局長蔡玉蓮接受訪問 仍若無其事地說 暫時未見整間學校有主任中層管理 或校長離職的情況出現 強調現時的教師供應充足 未見影響學校運作和教學質素 似乎在蔡若蓮眼中 只要學校中高級管理層還未集體辭職 便沒有大問題 不會影響教學質素 但今日公務員CQ專頁 有一貼文卻直斥其非 貼主稱自己任職中學 今年聘高中數學老師 有十幾封求職信中 DSE數學考五星或以上 一個都沒有 反觀早幾年前 仍然請到DSE有幾科五星 或五星星的名校生 貼主最後說 我怕今次到最後 只能請到一個數學考四的回來 蔡若蓮說的不是事實 網上經常聽到一個說話 就是你的數學是體育老師教的 用來遺餘的數學差 通常是指加減乘除運算力差的人 其實我一直不明白 體育老師教數學究竟有什麼問題 換個角度看 不就是數學老師教體育嗎 聽起來簡直是文武相傳 四肢與頭腦一樣發達 由此可見 即使同一件事 說大學生做援教 同做援教也讀大學 給人的感覺實在有天淵之別 回想起學校的日子 不要說找體育老師教數學 就是找保險經紀教數學 我也領教過 九十年代初 不知道為什麼 某年的數學老師 居然好像走馬燈一樣 轉換了兩三個 現在回想起來 好像又有點頭緒了 是否六四之後 有老師移民呢 其中有個代課的阿蛇 每天都穿著黑皮褲上班 腰間掛著全夫妻 教數學卻十問九不知 當時給我的感覺 他是像保險經紀 多於像一個數學老師 不懂數學又怎樣教呢 少年你太年輕了 難道不知道世上有教師用書嗎 有一種教學叫抄書 只要你將教師用的書 例題和解法 一字不漏抄到黑板 那就無驚無險 游到三點 但是學生的眼睛是雪亮的 有人還不時發現教科書有錯誤 故意舉手大叫 阿sir 本書印錯答案 然後就在整個課室大笑聲中 保險經紀才愚夢初醒 今天看完貼文 和老婆說回上述數十年前的往事 她一時有敢而發 就說 我一直不明白數學有什麼用 學完先 course 之事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用過 息加減成長就夠了 數學厲害又怎樣 DSE四級教也好 體育老師教也好 甚至保險經紀教也好 我也覺得無所謂 對此我表示不同意 先不說數學是現代科學基石 她本身就是一種尋找Picture 解決難題的藝術 融合邏輯思考和審美能力 中學數學即使未能登堂入室 愧見數學之妙 但亦足以訓練邏輯思維 不能夠說沒用 老婆就說 我邏輯思維不好嗎 你考考我 我沒想到是有古惑 沉思了一陣 想起數學家Wayman Smoliam 寫過一條邏輯題 於是改動了少少細節 問她 聽好了 在某國某小區 有三件事是千真萬確的 一 沒有兩個居民做核酸檢測的次數是相同的 二 沒有任何居民做過剛剛八九六四次核酸檢測 三 小區居民的數量 多於任何一個居民所做過的核酸檢測數量 現在問你 這個小區最多可以有多少居民 答案不告訴你 老婆問 一個人可以做幾千次核酸嗎 我說 在某個現實世界的國家 每個人一輩子做上一萬次都可以 她問 有人一次核酸都沒有做過嗎 我說 題目中沒有排除這個可能 在某國 只要你權力夠大 當然可以一次核酸也不做 她想了一會兒 仍然答不出 在我打算爹魚她一兩句之際 她忽然開腔 你給我有邏輯 是不是 那喊交是誰贏呢 我立刻無話說 她成勝追擊 香港教育 就算訓練到你很有邏輯 那又怎樣呢 現在講邏輯的嗎 我又問問你 昨天有人駕駛車牌 八九六四的車出街 結果被警察截查 那是甚麼邏輯呢 與其讀好數項 不如學好體育 有強健的體力更好 我說 對不起 一聽你這樣說 我就知道你邏輯比我好 不過我想補充一點 今時今日有強健的體力 都是沒用 又不是練義和權 有強健的體力 不如有強健的火力 是不是 我和我們都不需要講邏輯 最重要是好打得